嘿,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吸湿米 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下吧 Let's go 我们一共会用到三种不同颜色的湿米 等一会按比例把它们混合 比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我们的比例是黑色三包,白色和灰色各半包 先把10米搅拌均匀 然后按照水泥与10米大概1比1.5到1比2的比例 加水搅拌均匀 接下来开始地面扫酱 由于施工面积太小,我们就直接倒在地上了 规范的操作是需要先把浇水和水泥在搅拌机里搅拌均匀的 今天我们先这样,以后专门拍视频讲解如何扫酱 接下来把搅拌好的材料放在已经扫酱的地面 把灰均匀的摊在地上 用刮尺小心的把灰刮平 继续调侠的对方 1分钟 1分钟 2分钟 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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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分钟 1分钟 2分钟 最后再用模子 把边角的地方收一下 如果发现哪里有不平的地方 再收一次 直到表面完全平直 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 表面没有明显的水分了 我们就可以用物状的水开始冲洗 整个冲洗的过程 一定要注意水的强度 太小冲不了表面的水 太大又会把10米冲掉 很多朋友洗出来的10米 要么表面有灰 要么容易脱落 后面我会详解整个过程 这是我们第一次冲洗 趁着水泥灰还是湿的 赶紧把粘在地砖上的灰擦掉 干了就不好清理了 第一遍冲洗完成之后 用铁板把10米再压一次 如果发现有10米被冲走的地方 可以用刚才搅拌好的灰火上 边压边用滚筒清除一些水分 然后我们开始第二次冲洗 整个冲洗过程和第一次一样 注意水的强度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表面还有一些水泥 最后我们用滚筒清除上面残留的水泥 最后我们用滚筒清除上面残留的水泥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表面是不是非常干净了 最后整体的效果就是这样的 本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了订阅我 我们下次再见